在石家庄动物园有一只小白虎刚出生12天 就被没有经验的白虎妈妈抛弃了 张永斌和许家兴两位饲养员临危受命 当起了他的奶爸 8月12日 记者见到了这只名叫妞妞的小白虎 在两位奶爸的精心呵护下 已经四个月大的妞妞变得生龙活虎 许家兴指着屋子里的一个保温箱说 妞妞刚来的时候非常弱小 就住在这个保温箱里 当时妞妞身体特别的虚弱 拿出来的时候身体体重只有1.09千克 看着就特别的可怜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个想法 一定要把它养好养活 许家兴是一位90后 目前还是一个单身汉 喂养小白虎这样的精细活 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他告诉记者 他和张永斌每天除了定时给小白虎喂奶 还要给他测体温称体重 定时喂葡萄糖 观察他的身体是否有异样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刺激他排便 因为小老虎他不会自主排便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人工呢 用这个棉球 每次就是喂完奶之后呢 用这个棉球沾上温水吧 给它刺激这个肝门处 刺激的这个排便 大小便 人家说老虎的屁股摸屋的 但是我们俩呢 就得天年的他摸的屁股 刺激排便 在两个奶爸的细心照顾下 小白虎妞妞一天天长大了 体重也增加到了十几公斤 张永斌说 妞妞已经长出了四颗犬牙 现在他一顿饭可以吃掉一斤牛肉 妞妞最高兴的事 就是和两位奶爸一起玩耍 但老虎毕竟是猛兽 在和两位奶爸亲密的时候 他常常不知轻重 张永斌和许家兴的胳膊上 腿上都留下了很多小白虎的爪痕 这一般就是在陪牛牛玩耍的过程 还有喂食的过程 他自己也会不注意的 就是伸爪子啊 嘴上会咬啊 造成这些一些的伤口 对于这些伤口的话 我们处理的方法一般就是 在清水上 在清水要一直冲 冲至少要15分钟 然后还要用肥皂打出墨 再冲 然后如果严重的话 会去防疫站进行狂血疫苗的注射 随着小白虎的身体越来越壮 有时候两位奶爸 还会带着小白虎到室外溜达一圈 一进入灌木丛 小白虎就变得捏手捏脚 仿佛在觅食一样 偶尔低喉几声 已经有了些虎虎声微的气势 张永斌说 下一步他们会对小白虎 进行一些野性训练 以便将来他回归群体后 能尽快的适应 我们下一步呢 准备对这只人工幼的白虎呢 进行野化的一个训练 毕竟呢 他长大以后呢 还要回归他们这个白虎的一个种群 所以呢 我们是为了让他尽快的融入种群吧 对他进行一些野化的训练 对他进行野化的训练 对他进行野化的训练 对他进行野化的训练